诶 我绕回来了 他在这边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汤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张Minecraft恐怖地图 这张地图名叫做 Deja Vu 似曾相识 那么我已经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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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路过Minecraft了 感觉进入游戏都有种陌生的感觉 那么废话不多说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恐怖地图的话 不要忘记长按点赞 格勒斯克三连 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游戏看一下吧 Let's go 这个游戏声音也太大了吧 太久没有玩 都没有调 OK 所以现在可以开始游戏了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浴室 哇 好久没有玩MC了 这感觉真的不一样 这边是干嘛 厨房吗 这门开不开 我的工作是什么 钢琴老师吗 啊没有钥匙 现在好像灯灭掉了 是不是 我要去地下室启动那个电源 啊什么声音 声音是从什么地下室传来的 地下室在哪里 这边吗 不是 这边吗 门开了 果然这边是地下室 神经啊 地下室还喊什么喊啊 他这个对话没有配音呢 要是有个配音要更好 好 电力应该开通了吧 哦哦哦 哦呦 闪过一个什么东西 哦呦 这个Alice 他是个死掉的Alice 啊 感谢上帝 是一个奇怪的噩梦啊 那没事啦 我们这个床怎么是这个鬼样子啊 好了 我们先出去吧 所以今天这些应该是正常了吧 下去看看啊 哦呦 刚才这边是不是站了个人 是吧 是站那个人吧 这个 椅子没了 这个门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死 哇 不得不说啊 这个地图的材质包 然后这个地图的走向 让我想起了之前玩过的两张地图啊 一张是 No worse 还有一张是 For you 对不对 好像是这两张地图 好像啊 简直 差不多 什么情况 诶 诶 没路了诶 什么情况啊 哇 你现在在床大堂里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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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床大堂里 你在哪里吗 我可以感觉到你 谁在跟我说话 这是谁 诶 我回来了 他在这边啊 谁啊 这是谁啊 我家怎么变这么破烂了 什么情况 他有点像那种轮回式的地图 OK 这边的格局完全变掉了 怎么两个人上吊自杀了 什么情况 什么意思 怎么了 这边是地下室啊 他在地下室吗 地下室好亮啊 哇 传送了 我怎么从这边醒过来 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监狱 怎么回事 坏了 我感觉我是什么精神病人 真的 我感觉我有精神病 这边这么黑 谁进啊 来这边看看好了 这边也没有那种什么箱子 黑的地方就不进去了 我感觉是不是要沿着血迹走啊 他刚才地上又不有血迹吗 你看这边 啥地方啊在这儿 OK 哇 手电筒 哇 好亮 亮了亮了亮了 漂亮 这边有收音机 至少没有像刚刚那么黑了 但是也没有说好到哪里去了 哦 要来这边拿个手电筒而已 我们出去吧 等一下 这有电梯啊 好的朋友们 那么这张地图的话 其实到这里就已经完全结束了 它这边的话好像是指令出了些问题 然后这张地图它还不能开创造 如果你一开创造就会被拉回 所以这张地图是有存在一定缺陷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张地图前面其实演绎得非常的好 那后面的话如果指令修一修 能够填一下完整地图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张地图我看了一下 油管上面的话有人是录完了全程 但是只有一个人 我只看到了一个人 不知道是在电脑上玩会出现这种问题 还是说在手机上面玩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我也不能清楚 那么就像这个样子 这张地图的话我个人觉得前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好吧 那么大家就看个乐子 那么我们就下一期再见 大家拜拜